以下节目涉及广告宣传内容 敬请观众留意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来到尖沙咀的Kunek Chicken 这是一个韩国品牌 其实在韩国已经有相当久的历史 在韩国有1000间分店 香港也有8间 近年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欢吃韩式炸鸡 或者叫韩式烤焗鸡 其实它是一个oven roasted鸡 今天这家餐厅以烤焗鸡非常著名 而且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口味 今天特意来拍一拍给大家看 Kunek在2005年创办 是韩国第一的烤鸡品牌 而今天拍的这家尖沙咀店 原来就是他们在海外的第一间分店 一开始试试他们的韩式蛋卷 一道传统的韩国美食 很多家里妈妈都会做的一样东西 厚身的煎蛋卷 包着青瓜、腌红萝卜、餐肉、海苔和芝士 再配搭他们特别调制的酱汁 材料、味道都很多样化 除了这款传统口味 他们还有一款蟹子沙拉酱芝士蛋卷 喜欢试新的朋友就多一个选择 除了烤鸡 这里还有很多韩国菜式 但是炒年糕就已经有几款不同口味 这一碟就是最近在韩国很流行的 番茄奶油炒年糕 与以往的辣炒年糕相比 它西式一点 用上番茄酱、忌廉、烟肉、意大利粉 和韩式年糕 再加上巴马臣芝士、鱿鱼、虾、蜆肉 整体配搭很有新鲜感 当然如果你想吃传统口味 他们一样有提供 看韩剧就知道 吃鸡一定要喝一杯 这里除了有不同牌子的啤酒 还有韩式米酒、烧酒、鸡尾酒 还有他们的招牌饮品 啤酒混沙冰 这杯鲨鱼之类 就是柠檬加香肚味的鸡尾酒 小朋友也可以选择无酒精的版本 这里的鸡不是用油炸 而是在烤炉里烤焗 相对来说低反式脂肪 低热量一些 鸡的酥脆感和里面的肉质 也会和一般用油炸的鸡有分别 这里的烤鸡有很多种不同的口味 例如原味、蜜糖、辣椒、咖喱 芝士、醬油、韩式BBQ、甜辣 还有超级辣的火山口味 部分口味可以选择双拼 又可以选择有骨或无骨 原味烤鸡除了配搭两款酱汁 也会有开胃的腌萝卜 都是韩国人吃鸡的传统做法 接着这款就是最新推出的口味 蜜糖、蒜香烤鸡 除了蜜糖的甜 蒜片的香 它还有很浓郁的酱油味 感觉上就是它们几款受欢迎的口味混合体 习角加之大成 相比起原味 酱汁改变了烤鸡表面的质地 吃起来没那么像烤鸡 口感更倾向于像炸鸡 大量的脆蒜片 亦令烤鸡的口感更加丰富 好多谢大家今天来支持这条片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条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